一个我就提到了 说是先天之本肾 这是我们人体之本 到四十岁左右 肾气也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有衰退的迹象 所以保养肾脏 这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我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下 叫摩耳养肾法 实际上对于这个耳朵啊 我们说耳是谁所主啊 是肾所主 所以皇帝内经当中也说了 叫做耳肩则肾 耳薄不肩则肾脆 也就是说肾强耳强 那么我们反过来 通过怎么样呢 按摩耳朵 实际上呢 也可以保养我们的肾脏 以前其实这种方法 我也跟大家说过 今天呢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种方法呢 是更简单 说双手啊 怎么握成空拳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 怎么样呢 就捋我们的这个耳朴 来回抚摸 每一回 你是怎么样 五十次 这样呢 做成是一个什么样呢 耳朵怎么样呢 也有点什么呢 冲血了 有点这种热感了 我看也就可以了 你如果一天能做这么两次 对于我们肾脏 是很有帮助的 也可以使我们 怎么样呢 耳目聪明嘛 对于我们肾脏